作为人员骑上水上摩托车 另一边人员在岸边忙着指挥帮忙拉伸 海上也有渔船待命 希望可以靠着涨潮将搁浅渔船脱离岸边 但海流湍急让救援相当困难 因为这个海流很激 我刚才骑出去你看 就那个前面几个让我船背多高你看 只有水要摸这才有办法 橡皮顶根本没有办法 由于渔船搁浅位置就靠近一号使户 户主许立志表示 虽然没有危及到石户主体 但机具进场的位置是石户骨积残存的地方 如今遭到破坏它相当难过 赶快把这艘渔船赶快把它救出去 然后就是上面这些已经破坏的一些遗址 就是能够再把它找出来 这个遗址非常多 因为从以前到现在就 很奇怪的新屋这一带的一些栗子 资料就是到这边就是很模糊的过去了 那很明确的资料都没有 那现在唯一就只有这个遗址 我们才有办法说知道说以前 在这个区块的一些事情啊 就是可以去考古去研究这样 对此陶温市海管处表示 渔船隔浅位置距离一号石户還有一百公尺 没有毁坏的立即威胁 针对户主指出的遗址部分 在渔船拖空后会立即找相关单位进行确证 船隔浅的位置的话 是希望说他们可以在 有一个船可以回转 让他的船头朝外海 那还有往外海的方向挖掘一个通道 可以让船比较顺利的脱离这个地方 那遗址的部分的话是 当地的居民有提到说 那这边是有 以前是有石户的啦 那就我们陶温市政府以往的调查来说的话 在碉堡遗坏是没有看到有这个记录的 那原则上应该是我们尊重当地人的意见 那只是现在船是 其实没有碰到现在的文化景观 那遗址的部分 原则上明年我们启动补查之后 那有需要做修复 我们会再做执行的 户主表示 渔船是船主的生活经济来源 船主的召集 他们也很感同身受 相对的这次被破坏的石户遗机 也可能坏了就没了 现在船只已经成功脱离石户区 也希望三官单位 可以尽速进场调查修复 将石户遗址的伤害降到最低 记者赖伟一桃源报道